大家好,我是Stan 1月9号,根据韩国农林出产食品部的报道 国会法治司法委员会在8后的全体会议中 通过了终结狗食用目的的 饲养、秃宰以及流动的特别法 该特别法主要规定 相关行业必须报告其业种和规模 并提交及执行终结狗肉食用的计划 从2027年起将完全禁止以食用目的的 饲养、秃宰、流通和销售狗肉 秃宰狗肉的行为将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 和3000万韩元的罚款 饲养、流通和销售则可被判 两年以下的监禁和2000万元的罚款 新建的养殖场或流通销售场所 将被罚款最高3000万韩元 而根据韩国动物福利问题研究所 所进行的全国调查显示 在韩国有94.5%的受访者不食用狗肉 当问及未来是否会食用狗肉时 93.4%的受访者表示不会 这一比例较前一年增加了4.8% 对于法律禁止饲养、秃宰、销售狗肉的行为 表示支持的比率为82.3% 较前一年增加了9.5% 目前韩国执政党和在野党 都对终结狗肉食用达成共识 并于9号在全会上提出了特别法 农食品部一名官员表示 将在合理的范围内 尽力支持相关行业 以便他们能够稳定进行经济活动 并强调为了尽快终结狗肉食用 将立即实施相关公告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应该要让它自然消失 饮食文化会随着时代变化 有什么理由要强制它呢 吃了会生病吗 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吗 因为除了狗肉 还有许多其他很多东西可吃 所以是一种逐渐消失的饮食文化 倒于是基于什么来强制它 应该要惩罚那些遗弃宠物 像工厂一样 大量生产小股都没有良心的人 根据民意调查结果 90%以上的韩国人不吃狗肉 但我们仍然被国际社会一起嘲笑 这让我非常生气 你们说 为什么要禁止食用狗肉 即使屠宰法再加强又怎样 那些屠狗者还是不会停止 因为饲养成本太高 所以杀害走失的别人的狗 偷别人家院子里的狗来杀害 应该要彻底禁止食用 为何要透过各种手段 将本会自然消失的饮食文化 立法化呢 甚至将数十年来 以此为生计的人们 视为犯罪者 给予他们野蛮和动物虐待的标签 这真的是合理的做法吗 狗爱好者们为何要强迫人们 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宠物 但对其他人来说 可能是令人厌恶的动物 对某些人来说是生计 难道全国人民都必须是狗爱好者吗 从统计和我周围的情况来看 除了老年人 几乎没有年轻人吃狗肉 但总有人想装自己很有学问 假装在与不公平做斗争 然后开始拿出牛猪肌肉这个那个的 你们不就是想刷存在感而已 从小开始 我一直梦想着的人生承诺 终于实现了好感动 所以 对于韩国以法律禁止食用狗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韩国以法律禁止食用狗肉 在这边没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